你知道嗎 民事訴訟都搞很久 他們搞了五六年 然後對方也因為受了 他們就是在賣攤販的 然後就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搞了夫妻兩個 就為了要賠他這個錢 然後又為了這樣打官司 兩個就這樣報收 後來他們決定放棄算就給他 最後五十萬和解 我的天啊 結果你知道為什麼 大家後來會一直在討論這件事 很不開心 因為他每次一昏倒的時候 只要我們護理長 那個護理長很厲害 要打針喔 要急救囉 眼睛就放開 這樣這是不可取的 太不可取了 我們在急診室 常常遇到這樣的病人 就是他可能在法院 突然說宣判說 你要馬上樂界 馬上關起來 那些病人都會帶著手鍊 腳鍊 然後直接送到急診室 因為他昏倒了 但是你可以從很多地方去猜 他是假的 大部分都是假的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最常用的 除了就是看他的眼睛 他眼睛會跑 你打開的眼睛 如果是真的昏迷的話 他眼球不會跑 那個通常眼睛都會跑 我都會把他腿打開 他就很生氣了 他就夾緊 沒錯 對 因為有時候壓痛什麼 他們就是撐住 對 還能忍 對 撐住 那萬一你打開他就開了 他們就很生氣 髒話就出來 那如果打開不罵髒話 你就通過了 你打開他就會有反應 那就是啦 你知道急診 他是一個非常忙碌的環境 然後大家前面如果說 減傷站人員有空的話 就會跑進來幫忙 那天也是裡面忙得非常非常 然後混亂就對了 突然減傷站有一個女生病人 大叫 然後說 我吸不到氣 我緊張老婆 然後就一直叫 然後一直裝橫喘的樣子 所有人衝上去 直接推進急救室裡面 可是他的 他的 臉色很紅潤 血壓很正常 脈搏很平穩 EK 就是心電圖也是非常平穩漂亮的 然後 因為急診室打的針是比較大肢的 因為我們隨時要灌輸大量的體液 所以大肢一打下去 他本來在大叫 突然 就不動了 然後 大家就 好的 到底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也就平穩了 醫生就走近他問說 請問一下 你到底有哪裡不舒服嗎 他突然很小聲的說 可不可以幫我跟外面那個男人說 我有事 我說你真的很有事 急著忙得要死 然後他瞬間站起來 轉身就走人 然後醫生就說 這個推到流關區去 不用理他了 然後他說 倒是應該害我變成這個樣子了 為什麼你們不能幫我騙人 跟他 然後他只是為了要棄他男朋友 把大家弄得亂七八糟 急救師所有的資源都用了 後來他沒有這樣子就就此罷休 他後來推到流關區休息之後 他男朋友去 就是小便的時候 他還是一直跟我們說 很堅持就對了 可是像這種真的就是 擺了名就是 浪費資源 而且是濫用急診資源 我們在急救別人 然後你又濫用 對啊 如果這時候 真的突然有需要的人進來呢 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有 其實急診室真的很危險 像有時候我們 無意到急診室來跟我們問病情 因為我們現在不能 隨便把病情跟別人解釋 可是有時候 之前我就遇到一個 我還差點被人家告 他就被撞進來 然後他 那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旁邊站了一個 也是十幾歲的 聽說是他女朋友 就在旁邊一直陪他 然後他現在被推進去 往上做檢查了 推進去的時候 旁邊就有一個人來問我 他大概三十幾歲 他說 他就跟我說 你看我姊姊現在怎麼樣 現在有沒有危險性 我說現在看起來其實還好啦 就開始跟我講一個 後來我才知道 他根本就是撞到他的人 我本來是不能跟他解釋的 可是他騙我 他是他 裝家屬 他裝家屬是他的家屬 他知道 畢竟因為他怕對方 跟他要太多錢 先了解一下 對 他就先了解一下 那時候就傻傻的就講 聰明 我奶奶是不靠演技 我奶奶八十幾歲 她是靠賄賂 他都是會去買一些 比較高級的日本的餅乾 然後糖果 然後都會去給醫師 醫師也是他的好朋友 算老朋友了 但是我奶奶比方說是 他會先看 比方說家人有什麼樣 需要什麼 比方說要喉嚨痛 他就會去幫我們要一些喉片 然後或者是哪裡肌肉痠痛 他就會要一些什麼 松石劑 松石劑什麼 但後來有一次 醫生不理他 因為我表妹 表妹驚痛 我奶奶也去 醫生要驚痛了也好 結果醫生就不理他 他不會理他 有什麼需要就跑去跟醫生聊 你奶奶很好 都餵別人 對 這不是說你奶奶身體很好 奶奶身體很好 純粹愛聊天而已 我奶奶身體的身體 但是他身體不好的時候 就是反而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賣個假 我之前有一個 也是類似像朋友的人 就有點被騙 他就來跟我說 說他姐姐的乳癌 然後他去大醫院看 都是拿那個慢性的處方簽 有一個乳癌的口服藥 要連續吃三個月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那張簽掉了 那他要回去再掛這個 大醫院的醫生 要排到在三個月後面 所以他變成說有六個月不能吃藥 那他沒有這個藥 他就會乳癌會復發 怎樣怎樣怎樣 就來騙我 然後就跟我說 叫我要開給他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實在是耐不住 我就是真的是有幫他 用自費的部分幫他購買 然後最後我才發現說 他根本沒姐姐 然後他拿那個藥 是拿去賣別的病友 不曉得去哪裡認識的什麼病友 然後他有一個病友 有這個需求 可是那個根本不是他的親戚 然後這個藥其實一般很難買到 然後他就利用他跟我 就是醫病的這個良好關係 就逼我給他 然後後來是護士幫我套出來說 他好像沒姐姐 他之前好像說他是獨生女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過最扯的一次 就是有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一直說他肚子痛 然後我們幫他檢查 真的沒事 他說 然後我們就說真的沒事 然後我還換另外一個醫生檢查 醫生也是說真的不需要 他說我真的需要照一張S光 後來我們就真的 實在是耐不住 然後又一直沒有辦法路過他 所以我們就給他照了一張S光 結果我們叫他過來看S光片 他就開始準備好了 結果他一看到他的S光就開始照 因為他想要看他的入珠的位置 對不對 好扯喔 可能一般不會照那麼下面嗎 因為KUB會照到 KUB會照得到 因為我們S光會照得到上面跟下面 肚子 然後他那時候是說下腹比較痛 所以他就一直照一直照 他就要把他做紀念 因為他如果從外觀他看不出來 他覺得要用S光去證明 他有做入珠 而且一排很漂亮 然後馬上開始傳 對 他很特別想給大家 為什麼會這樣 有種愛叫鬼遮掩 再爛的人還是有人愛 我之前遇過一個就是 我的舊病患 老病患 大概20出歲 他就一直在看我 他是一個空姐 非常漂亮 然後身材很高挑 然後可是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看可能就是打打子宮頸疫苗 做做抹片 然後過了半年 可能有時候有點發炎 怎樣 而過了一陣子以後 他來就變成說 是一直在陰道發炎 我就覺得很納悶 因為他外表也是乾乾淨淨 不是說什麼衛生不良 或者是說健康的知識不佳 容易穿太緊的褲子等等 結果你知道他後來來了 就常常陰道發炎 然後後來就開始有個男生陪他來 那男生陪他來 一般我們到婦產科的男生 都是先生跟太太 都是太太好像公主一樣 先生這樣給你喝水 幾乎每一個都是這樣 可是他的不是 他的是來以後 還要使喚他那個空姐女兒說 倒水喔 然後就翹腳在那邊 很大排這樣子 然後他就一直硬道言不畏好 我們就一直問他說 那你有停止性生活嗎 跟男朋友有沒有休息一下 然後他就不講話 有一次就是他真的受不了 他就跟我說 醫生我沒有辦法停止耶 我要那個工作 然後我們就想說工作 你不是空姐嗎 然後他才跟我們說 就是他的 所以還不完 就逼他去做那個外約小姐 所以他男朋友還會載他 騎摩托車載他去 就男朋友當馬夫這樣 對 就男朋友沒工作 然後又欠錢 然後就是他本來是很漂亮的空姐 就淪落到要去 那他為什麼要幫他還 他又沒有不是 就愛對 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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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相信空姐 太扯了 真的 很漂亮喔 空姐價格應該也不錯 像我之前就有一個護理師朋友 然後他也是啊 就是 就是他才剛畢業 然後進到開刀房去工作 所以他們開刀房裡面 就是有一個骨科醫師 然後就比較花心一點 他其實已經有老婆小孩了喔 可是啊 就是他還是都會找這種 就是剛入社會的菜鳥的護理師 因為就長得年輕啊漂亮啊 好騙嘛 設室衛生 對 設室衛生 就是又不太了解這樣 那骨科醫師 就是這個骨科醫師就會騙他們 騙他說他已經離婚了 然後就是很愛他等等的 那這個護理師就傻傻的就是跟他在一起 然後可是在一起的時候啊 他就發現說 怎麼他好像也跟他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也是 同樣是開刀房護理師的 就是他的好朋友 對 這個女生的好朋友就是 走得也很近這樣子 那他就想說他不會是劈腿 可是也沒有證據 後來有一次他確實就是看到這個 他的閨蜜跟他的這個骨科醫師 從宿舍走出來 一起從宿舍走出來 他就去問那個骨科醫師說 欸 你這個就是 就是你跟他是不是 就有點類似像質問他 然後這個醫生他就講說呢 他說沒有啦 是因為你好朋友 就是他膝蓋不舒服 我幫他做一些治療 我幫他打撥尿酸 然後他跟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想說 用什麼打撥尿酸 你打二十幾歲有什麼好處 撥尿酸 請問你用什麼地方來打撥尿酸 我們是醫學節目 後來又有一次他也是看到他的閨蜜跟這個 這個男生就是手牽手 他就是在逛百貨公司 然後他就 這次他真的說不了 他就去問這個男生 男生就跟他講說 所以說他的骨頭不好 對 不見就是不見的一塊 不見你 你需要走樓梯 我上次不是跟你說過 他膝蓋不好所以我牽著他 好白癡欸 我們然後就覺得 他覺得有問題 就是你趕快跟他分手 但是他也不願意 我覺得有時候愛到了就是 就是那個鬼遮眼的情形 就會蠻嚴重的 後來是有一次他在醫院裡面 看到他牽著他的太太 就骨刻是牽著他的太太 醫院還有多少鬼遮眼的故事 廣告後告訴你 千萬別錯過